另外来关系的就是台一美籍的海军飞行少校林介良 涉嫌了向台湾还有大陆泄密美军的机密被逮捕 消息一出立马震惊了华人社区 林介良的身份也被起底了 他的家人就住在南加州华人聚集的罗兰岗地区 端新闻特别来到他就读过的罗兰高中 从毕业检测找出他年轻深色的他 很难想象跟间谍案联想在一起 说着偏分发型戴着宽大眼镜 毕业纪念册上这名长相很斯文的学生 旁边的姓名写着Adeline 林介良声色的高中毕业照首度曝光 你可能很难联想到他会去当兵还涉嫌间谍案 不过20年过去学校所留下的记录就只有这一张照片 我们可以确认他是一学生 在1995年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是一张照片 林介良的母校罗兰高中是一所公立高中 目前学生约2000人 华人和亚裔学生很多 校方还在寻找他的老师 希望能提供更多讯息 不过高中毕业 林介良进入加大河滨分校 高中成绩应该不差 而这起间谍案被主流媒体报道后 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不少人留言怀疑不可信任 校方对此事不便评论 还是希望校友能平安 由于毕业年代久远 更多的资料 校方也仍然在查证当中 但是这起案件本身对于华裔 在美军乃至是整个美国社会中 恐怕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以上是东森新闻 孟子文 吴中国 唐孟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好 接下来